男嘉宾小刘22岁来自山东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霞23岁同样来自山东 美容师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谈了几年恋爱 三年了吧 怎么认识的呀 当时我是在老家一家台球俱乐部做教练 然后那会儿他去那边打球 一来二去聊着聊着也有了感情 然后我们就这样走到了一块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谁能告诉我 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但是他一点都不理解我 而且经常吵我 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都怪我 你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吗 因为他是打台球的嘛 上次我就跟他去球房去打球 然后我就看他那个杆挺好的 我就特别感兴趣 然后我说我是你的杆吧 然后他又给我拿过来我就试了 不小心就给他磕了一下 球厅里那么多的人 他又守着那么多人就开始冲我发脾气 当时也不是说像他说的那样 磕了一下 他说的挺轻松的 当时给我磕了特别大的一个坑 完全就影响到我那根球杆的使用了 当时我那根杆 我刚到手也就两天的时间吧 我特别爱惜 身边的人都知道 我拿球杆比自己的女朋友还爱惜 没有人敢用我的杆 他给我磕成那样我生气啊 当时他还一点认错的态度都没有 但是你都说了好几个星期了呀 你总拿这件事来说我 你现在打球的时候 去球房还拿他的球杆吗 我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拿过他所有东西 因为他事不玩如命 其实像打球的人 球杆 可能特别喜爱钓鱼的人 如果是职业钓手的话 鱼锯 这个我倒觉得你可以原谅他 对 我可以 这不是他故意的 对 那其他的东西他要弄你不会那样吧 如果说除了台球之外的话 可能那个东西如果对我没那么重要 我也不会去生那么大的气 除了对球杆之外 他还会把什么样的责任往你身上推呢 就比如说上次 他需要去打一个特别重要的比赛 他就是比赛前需要就是精心准备 然后就抓紧练球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嘛 我说你带我出去玩一天嘛 然后他就真的就是我 因为我当时我也冲他撒娇了嘛 当时他心一软 然后他说行 那天真的我俩就出去看电影 吃饭什么的 我玩得都挺高兴的 他还挺开心的 但是他比赛的时候 第一轮就输了 上来就怪我 就说我还本来想去安慰他 结果上来就冲我骂了一顿 我真的 我太 为什么呀 太委屈了 因为确实我每次 有重要的比赛之前吧 我会好好地去安排一下时间 去练几天球 手机我都会调到精音 放到旁边 但是他老是给我打电话 我拿起手机一看 全是会接 我就想着给他回个电话吧 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 结果他就在那头就跟我撒娇 老说我不陪他 我实在受不了他的软磨硬泡 然后我就跟他去玩了一天 结果到比赛那天 我真的我手感全无 一点状态都没有 第一轮就下来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职业球手啊 都不能谈恋爱是吧 也不是 就是他们一旦有感情 他们就出不了成绩了 是这意思吗 也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我吧 可能说现在也还没有达到 那个太顶尖的水平 我需要说在比赛之前 一直练球来保持我的手感 这样我能发挥的更好 那你跟他说呀 你说我得比赛呀 因为上次他没告诉我呀 除此之外 练人怎么样 当时我还只以为 他在台球方面 跟我就是这么较劲 然后特别敏感 然后我从那以后 我就再也不敢动他的 关于台球方面的事 然后比赛输赢 我不敢问了 怕他又赖着我 然后结果呢 就那之后 然后我们俩就开始了 一地恋 然后他就从老家去了天津 你现在在天津生活啊 没有 我是在去年的时候 那段时间 因为我在老家 确实感觉这个台球氛围 确实很差 老家那边 我也想这个 提高一下自己的台球水平 然后我就决定到外面 晃一下 然后我就到了天津 他不是到了天津吗 因为他是想来这儿练球 我说你到外面 好好练球就行了 因为他妈也是一个人嘛 然后我说你妈的事 就由我来照顾你妈吧 然后后来他就从天津 然后又到了衡水 我知道他一个人在外面 确实也挺辛苦的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说 要不你来衡水 陪我一段时间吧 当时我工作确实是挺好的 我就不顾我爸妈的反对 我就把那个工作给辞掉了 我就把家里一切都放下之后 我就一个人就到了衡水 去陪他 刚开始去的时候还挺好的 结果没过了两个星期吧 他就打完球回去 就搭了这个脸给我看 我就特别不明白 我就问他什么了 你是觉得委屈了 我是来帮你的 你给我搭了脸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老拿辞职 那个事来跟我说 就好像他当时为我做了 多大牺牲一样 但是他那个工作 其实自己早也就挺厌倦了 感觉也看不到什么希望 他那会辞职之前做什么 也算是个铁饭碗吧 但是他自己也是经常跟我抱怨 说那个工作挺无聊 并且在那里面老受气 其实辞职这事不能怪我 如果说他这么讲的话 我感觉我也挺委屈的 那你心里怎么看这件事呢 你是感激他呢 还是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事 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吧 他既然说当时是选择辞掉工作去陪我 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没法去特别地干涉他 他那段时间在衡水吧 还特别地对我还疑神疑鬼的 比如说有一次晚上 我回到家之后 有个顾客问我台球杆的问题 因为我那会儿我也顺带着 做一些器材的销售嘛 然后我就想跟这个顾客聊一下 我在跟顾客聊着呢 他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然后要抢我的手机 但是我的脾气说实话 我挺了解我自己 我脾气也挺激啊 我就不能给他看 你越是怀疑我 我越不给你看 我就把手机屏幕关了 两个人就这样硬生生地僵持了一宿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看你手机吗 就在前两天啊 也是大半夜的 我出来上厕所 我看他在沙发上拿着手机 然后在聊天 然后他就一直在笑 然后我就过去了 瞥了一眼 他跟一个女孩就在聊天 聊得挺暧昧的 然后我问他 把他问急了 他就跟我说 我现在我不爱你了 我已经爱上这个女孩了 就是那天晚上还特意拿出 他给那个女孩写的那首诗 还给我看 当时我就想 我来洪水是为了什么呀 是吧 我不就是为了想来帮他吗 等于你是一心一意要去帮他 对 然后他说他比赛压力大 对 但是你发现 他喜欢让其他的女生 或者他自述 这个道理是气话还是真的呢 我先讲讲这个女孩吧 主持人 确实是有这么一件事 我跟那个女孩 其实认识挺早 在她之前 并且我当时追过她 也是打台球的一女孩 后来吧 她出现在我生命当中 然后我就选择跟她在一块了 跟这个女孩也没有联系 直到去年出去比赛 我们见面了 这个女孩 可能又反过来 对我有点感觉了 那你喜不喜欢那女孩啊 我感觉 我可以喜欢她 我也可以喜欢她 但是我最后选择的是 跟谁在一起 我选择其中一个 我是这样认为 你当时的选择是谁啊 当时因为也是天天跟她吵架 当时就有点犯魂 然后我们两个在衡水分手了吧 那后来怎么又复合了呢 因为当时我想跟那个女孩在一块 我就专程我跑上海去找了她一趟 因为我们已经分了 然后去找她 找她我想看一下 我们到底是不是合适 去了之后 没待多长时间我就回来了 她在那边我晚上到的 她一直在打球打到天亮 也一直没顾得上 一块吃个饭聊聊天这样 然后也就回来了 我没有回衡水 当时我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了 我还是可能这个选择 我做错了这一次 后来呢 后来我去了北京 待到快过年的时间 我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 然后家人告诉我说 我父亲去世了 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 订了最早的票回老家 但是时间最快的票是到济南那边 离我家还有点远 我需要找个人去接我 因为我着急回去嘛 已经是晚上了当时 我莫名其妙就拨通了她的电话 等到我出站的时候 她跟她弟弟已经在门口等我了 然后家里的那些事 我父亲的后事 几天的时间都是她一直在跟我 忙前忙后在处理 你那个时候就等于原谅她了是吗 其实吧 就是在航水那段时间 她是一个月不在的 她是在外地打了一个月的比赛 然后我就在航水一直等到她回来 她就跟我说分手 然后我就二话每一说 我说行 那天晚上我就自己买了火车票 她还算有良心地 就把我送到火车站 我自己一个人哭着 我就回去了 但是我真的是 我还是挺爱她的 因为爱她才去了航水嘛 然后我跟她妈妈感情也挺好的 我就还是去照顾她妈妈 不管是她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想替她去分担 家里的日子不想让她再去管 等于实际上你们俩的这段情感 走到今天 也算经历过了一些波折 对吧 那怎么今天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呢 因为回来之后嘛 她刚开始对我就是超级的好 就是跟换了个人一样 然后后来我就感觉她脾气就又越来越大了 又恢复她原样了 为啥 因为我感觉我在老家这边 确实是每天压力真的很大 一是没有人跟我打球 二是我回来之后也赚不到什么钱 加上我还要外出打比赛 真的压力挺大 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有时候控制不住是吧 对 你是不是觉得这段感情当中 你一直付出好多 但是得不到任何的回应 对 她根本就不理解我 我为她做的这一切 我感觉有时候有一些事情 她也不会去跟我分担 并且有困难了 她完全帮不上我 就拿个事来说吧 上次我要买车 我把那个首付的钱都凑齐了 临时的我准备去踢车了 有一把杆特别好 然后限量版的我要收过来 以后肯定还有价值嘛 我把杆买完之后 我那个钱差了一点 然后我就跟她讲 我想先借她一下 等车买回来之后 我还分期顺便把她的钱给还了 是借 不是跟她要 但是她就是死活不借给我 因为我挣的钱 大部分都是在我妈那儿 我就一个月就几百块钱的花销 很难跟我妈开口要这个钱 然后再说了 她自己是没把钱给分配好 才去买肝了 就差我两千块钱 就把这事赖到我身上 回到家 她就拿这件事冲我发火 这次你来是希望挽留她对吧 这次我来吧 我也是感觉平时有些事 她总是不知道自己做错了 她既然说想要上台 她想发泄一下她心中不满 我也想让大家看看 有些事是不是她做的不对 你还觉得她不对对吧 也就是说你今天来 并不是想挽留她 而是在她跟你提出分手之后 你还想跟她掰扯掰扯 是谁对谁错 是这意思吗 我感觉我没做错什么呀 好 接下来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来 到底是要选择一个你爱的人在一起 还是要选择一个爱你的人 好 谢谢 好 谢谢莎老师 我特别同意莎娜说的 你不够爱她 你从上来到现在 一直抱着手臂 好 谢谢袁老师 来 图老师 我也算是半个台球爱好者 我也认识过很多 职业赛的一些选手 很多人比她投入付出 要刻苦的许多 一个词 现在经常地被提起 就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但是除了精致的利己 一般的人 大概是脸皮没有这么厚的 当初我抛弃了你 我说走就走 我回来 我怎么好意思再找你呢 既然你曾经这样热烈地去爱过 也不算是一种失败 至少你付出过 但是你要切记 善良一定要付出给懂你的人 好吗 就这样 男生啊 谈不成功不重要 谈不谈恋爱也不重要 你得学会有人味 说给女生听 有一点咱们记住就行了 我得对我好啊 我一看我付出的是块石头 我别再付出了 记住了吗 人可以有性格的缺陷 但是不能有缺失 你把那个丢的东西找回来兄弟 你今天最后的时候 跟女孩说声对不起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其实吧 来 请开门 来吧